大家在主里平安 感谢赞美族现在西方呢 刚刚进入了新旗帜 也就是5月14号 那大家要记得时间是越来越近 而不是越来越疏远 那现在东方应该是下午了 下午一点这样 好,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要记得远远的感恩 永远的走正义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 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的上帝 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而主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救恩 就不可能到父哪里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上帝 存心存心存意 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那走到今天 我们已经走了七年了 有些人也不只是七年 好像我们这些比较早的不止七年了 所以七年里面的结麻 七年 其实我们真正知道结麻只有四五年这样 但是之前神都准备大家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自己 因为时间真的很紧很紧了 现在只剩下 可以说只剩下五十三天了 只剩下五十三天 所以一定要准备好 那要跟大家分享 你看今天的真的 page 我还有下面三个还没有完 那是留给今天的 那我上面的是几个是前天的 然后昨天的也就是13号的 大多数都是13号 其实13号就昨天 我看到差不多40个异象 30多快要40 所以在当中我就选最重要的 是神跟我们直接讲的话 就是神要给我们知道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一定要记得 要懂得而且要准备好 那我今天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 别忘了回家的路 别忘了不要放松了 一定要抓紧主耶稣的手 然后这位信息 就是经文就是从生命智慧 把上帝居首位 把上帝放在第一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这场生活中 主耶稣就是排第一了 三位一体的上帝排第一 那我今天就要读 其实如果你听的话 他这位牧师也有讲到 比如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 当时我们就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 也就是神每一天跟我们讲的话 彼得前书 所以这边讲说 那是谁写的 是彼得写的 他说我看到彼得看到两次 一次是看到他坐在那边 他穿着金色的长袍 然后他的背景是 他的光是金色的 金色的 然后他没有笑脸 没有笑脸 我在想说 彼得他是建立教会的 现在教会很糟糕 尤其是西方的教会 都走偏了 很多都走偏了 所以我看到他没有笑脸 当时第二次看到他 他是背定 背定 怎样讲 upside down 是倒转的 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 彼得背定的时候 是他要求要背定 倒转的 主耶稣是这样站起来 这位背定的 他是倒转的头下了 因为他觉得他不配的像主耶稣这样背定 好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 彼得讲的话 也是圣灵带领他讲的话 也是到今天 还是跟我们讲一样的话 也就是从神而来的话 那21节 你们蒙昭也是为耻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有没有 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受过苦 给我们留下榜样 给你们留下榜样 就是给我们留下榜样 其实我发现说 最近就要回家了 这些时候很紧急了 我们当中很多都经过很多的考验 很大的考验身体方面 还有有些是敌人的攻击这些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不管怎样的艰难 你还是要站得稳 还是要站得稳 不要被敌人把我们弄倒去 还是什么 不要看世界 世界都是暂时的 我们只剩下50多天 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50多天更紧急呢 更 excited叫做什么 就是很 excited就紧急吧 所以这边讲到 叫你们可以追随主耶稣的脚步 我们要像主耶稣这样 他在世间的时候 怎样我们就要像他一样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榜样 那22节 他就是讲到主耶稣没有犯罪 他口中也没有谎言的 就是主耶稣没有犯罪 他所说的是真实的 是真理真道 其实那时候这人认为他在杀罪言 因为主耶稣看到 主耶稣知道 因为他本来就是神来到世间做人 对不对 当时世人就不知道 所以主耶稣就到最后的时刻 还是说 你要原谅他们 这些无知的 这个阿爸父讲说 父啊 请你原谅他们 那23节就是 主耶稣要我们 懂得原谅别人 就算到最后 主耶稣被定的在痛苦当中 他还是说原谅他们 所以我们遇到很多人 他会跟我们讲很多伤心的话 使我们来刺激 我们伤心 其实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被敌人 用他们来伤害我们的感受 但是我们一定要站得稳 不要跟别人来计较 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成熟 所以很容易去原谅别人 然后在很多痛苦方面 我们交托给主 因为你看我每一天 我都不是不容易走过每一天 你们如果也是不容易走过每一天 你们也要在每一组 继续走完这一条路 继续把这个光照耀到你旁边的人 二十三节 那主耶稣被侮辱被骂 他也不缓口 他不说 你为什么骂我 没有 他不缓口的 你可以看到主耶稣 不讲多话的 他要讲的 他只是讲天国的话而已 他不多话的 就好像我们在家里也是不多话的 你可以问我的孩子们 那我就不多话 因为我太多事情要做 没有时间谈那些 什么时间的事情 没有我也不想谈 我一生都不谈 你可以问我的先生 我不谈世界的事情 他知道我不谈世界的事情 他很喜欢 有时候很喜欢谈 他就跟别人谈 我不谈 因为我没有时间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当然你说 那你们父亲不是没有交通 有 有交通 就是说 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都讲 他喜欢讲 他有时候很喜欢讲世界的东西 我就不喜欢 因为很多文件这些是交托他做的 然后我呢 想要做的就是整理整个家 好好的大家 没有吵没有闹 而且跟上帝和好 跟随着上帝 那就对了 23节 那他呢 就讲到 主耶稣被侮辱被骂 也不缓口 那被迫害 被迫被迫害的时候 也不说我要报仇 什么什么 没有 OK 他们要迫害主耶稣 那主耶稣是把自己交托给 那按照公义事情审判的三弟 就是把自己交托给阿爸父 有没有 自己交托给阿爸父 知道阿爸父有他的旨意 知道阿爸父 阿爸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好像现在世界发生的事情 我常常圣灵就一直安慰我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阿爸父都有安排 都有安排 那我们每一天都是求主 把这些好像这些军兵们 他们两边的军兵 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军兵 他们都很没办法 围绕保护国家 但是乌克兰的 就是被西方在利用 那现在当然这个西方国家也要利用台湾 台湾的蔡总统 我觉得他实在是太笨了 还有他一起的真的实在是太笨 真的是一个人家讲怎样 被判而是Treator Treator叫什么 就是违背中国 就是忘记自己是华人 自己是中国人 那我们呢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 我们祖先是中国人 我们现在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我们就讲马来西亚的华人 所以感谢赵妹祖 求主也大大祝福马来西亚 很多方面马来西亚脏起来 但是西方国家就不喜欢了 他们要马来西亚 远远在他们的管制之下 所以马来西亚要脏起来 不要做尾 也要脏起来 对不对 那二十四节 那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亲身当当了我们的罪 有没有 那使我们向着罪死 我们向着罪死 可以过着公义的生活 可以过着公义的生活 因为他所受的鞭伤 你们得到了医治 大家有时候人家跟人家祷告的时候 就是主啊 因为你的伤痕 因为你的鞭伤 我们得到了医治 求主就医治这位弟兄 哪个姐妹 就医治我还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 有时候祷告的时候 跟神讲 我记得主耶稣 因为你的鞭伤 我们得到医治 所以谢谢你来医治我们 是我们健康 是我们过着一个喜乐的每一天 来荣耀你 对不对 那二十五节 从前你们好像是迷路的羊 对不对 从前我们大家都是迷路的羊 但是现在呢 却亏向你们灵魂的牧人和肩负者 现在我们大家都亏向我们灵魂的牧人 就是上帝 还有肩负者也是上帝 三为一体的上帝 好 我们非常感谢赵美主 感恩 好 这边有四张照片 那第一张呢 是讲到这个杯子 我有提起好几次 但是就是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在4月30号 就要将近半个月了 4月30号 早上11点17分 17就是胜利 然后11也就是背题 也可以说5号6号 那4月30号 哪一天 OK 我突然间发现 因为我楼下这边只有我一个人住 对不对 所以我的孙子他们很少下来 我先生回家 他们都没有下来 也是偶尔下来而已 一路来就是这样 然后他们也不会拿下面的东西 因为跟他们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关系 然后我在想说 这些杯子 是我先生用的杯子 OK 然后为什么有杯子在那边呢 杯子旁边就是那个架子 然后最后想起 是上帝放在那边 虽然我没有看到 虽然我没有听到声音 上帝做事情是 他要给你听到就给你听到 他不给你听到 你就不会听到 OK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是上帝放在那边 好 上帝在跟我们讲什么 好 我们就看一看 有没有 什么 那个杯子是一只鸟 其实我们用这个杯很多年 因为我没有用 所以我不知道 他的杯子是有一只鸟 真的 后来我才发现说 这个杯子是奶油粉红色 奶油就是江南地 粉红色就是进入主耶稣的婚宴 看到这只鸟 他这只鸟就在那边干什么 他在等候 等候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只鸟就是代表教会 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 那在等候 等候谁 等候主耶稣 对不对 来借他回 对不对 然后那个 他的底端不是有那个鸡蛋 一粒鸡蛋 大家知道 真正的我们有收到鸡蛋 在2020年吧 这9月 然后两个月之后 11月又收到两粒鸡蛋 有没有 是真正的 我还有照片 有圆签的 有一圈两圈的鸡蛋 还没有给大家分享 OK 就看什么时候 那这鸡蛋里头 有没有看到两个圆签 那两个圆签 记得 这是4月30号 那两个圆签 就是说 还有两个月 还有两个月的话 就是说 到4月到6月底了 就6月30号 是两个月 对不对 或者是29号 我们就算一个月是30天 就主一直提示给我们一个月30天 OK 那就到30号 其实我之前有看到30一个圆签 外面写着30 然后你也可以说是到30号 或者是30天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5月1号到6月29号 就是60天 就是60天了 然后后面呢 再加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七 七 也就是七 就是神圣的数字 然后后面加了一个七 也是代表上帝 上帝神圣的数字 所以呢 60 在家后面的七天就是67 我们也有一直看到67 我们也有一直看到67 其实67也就是7月6号 东方回家的一天 感谢赵梅珠 那第二张照片呢 也就是昨天发生的 昨天下午1点33分 OK 我就 因为上面的那个鸟的嘛 我要打下去 这个信息 神的信息是什么 我在打 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那我好了之后 我发现 怎么我的手这么狼色呢 有一片的神很深的狼色 在我的戒指的下面 戒指就是代表主耶稣的婚宴 也就是被提 也可以说 就是跟谁叫主耶稣 远远跟谁叫主耶稣 那下面这么这么狼色的狼色 还有粉红色 有没有 大家看清楚一下 我就不多解释 他那是很 一条一条线啊 这些 那你们自己算一算 看你们算得出来吗 OK 那我就简单的讲 一方面不要video太长 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太复杂了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好像一片狼色加粉红色 然后是在这个戒指的下面 戒指呢 这个手指是叫做 戒指的手指 英语叫做ring finger 其实这些好像叫做no name finger 然后这个手指是代表七 七 七也就是七月回家 七也是神圣的数字 OK 然后狼色呢 你看他的颜色狼色 狼色代表天国天堂 也是代表像是天国天堂 然后粉红色呢 粉红色是代表大日子 也是进入主耶稣的婚宴 也是进入喜乐的一天 然后大家看在下面那一端又有狼色的 比较浅一点 为什么那个狼色的呢 它是在13个小时之前收到的 那我们就看第三张照片 好 第三个照片是我在做功课啊 然后收到上面第二张照片 那个狼色粉红色的 然后一阵子呢 又看到 怎么我的右手呢 就是right palm right hand 右手 怎么也有狼色的 这么深的狼色 大家看一看 有没有 好像有一画一片两片生狼色的 好像一个是下来 天堂下来 有没有 好像一个人家天堂下来 然后又有地上上去 有没有 天堂下来 我们上去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有一条线 一条线 有没有 你算一算下面是五条线 也就是华人的五月 上去回家 然后上面呢 你可以算 123456 好像是11 或者是12 也可以再算过去就多了 11也就是代表 5号加6号 那12 12就是完整的王了 所以你可以算一算 大家自己算了 所以还有他是粉红色 就进入主耶稣的婚宴 狼色就是上去回家 就是天堂下来 也是天堂下来 也是狼色 我们上去也是狼色 还有这个呢 这个记号 或者是说 这个一片一片的狼色 这些是在 右边右边右手 然后是在第一个手指 跟中间的手指 中间的下面 那第一个手指 就是9 那中间的手指 是8 9加8 就是17 17也就是胜利了 还有一个 17就是胜利 其实17 也就是以色列人的 17号 10月17号 我们回家的一天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讲8跟9来讲 那8的话 大家知道 我这边有写说 因为现在是光于两边手 一边是左 一边是右 几个手指 就是10个手指 那10个手指 如果加这个手指的下面 8就变成18 9呢 变成19 也是华人的5月18 19回家 感谢赵梅珠 那第四张照片呢 这个是比较早一点收到的 也就是过了 刚刚半夜过 也就是昨天的凌晨12点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12点23分 刚刚过半夜 也就是12个小时的 13个小时之前 还没有收到上面的 那个手的 蓝色跟粉红色的 好 这边有没有 大家把它放大一下 你看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那时候是凌晨 那之后呢 我有大概去刷牙洗手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天早上 我又去楼上准备早餐 又一直摸水 一直在洗 我们都是习惯一直洗手的 所以我的手很刚 有没有 但是这个蓝色 还是在那边 有没有 还是在那边 OK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我照的照片 是看到凌晨12点早上 12点多的时候 照的照片 然后到12个小时 13个小时之后 有没有 上面的照片 你还是会看到 那个蓝色 对不对 那也就是我的手 也不知道洗了多少次 20次 至少有20次吧 还要准备 五昌二这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十几二十次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两条线 在这个蓝色的 这个page 就是一片 有看到两条线 有没有 一条线呢 好像十中这样 只做四点的单位 一条只做五点的单位 那四呢 也就是塔木 塔木呢 也就是十 以色列的十月 也是四月 然后四呢 也可以说 一个星期的 第四天 也就是星期三 那我们回家 应该是 七月五号 是星期三号 然后五点的单位呢 我们可以说是 华人的五月 也可以说 星期四 一个星期的 第五天 西方人家的方式讲 一个星期的 第五天 也就是星期四 也就是说 七月六号 是星期四 然后呢 四点呢 也可以说 四加十二 等于十六号 五点也是 五加十二 等于十七 也就是 以色列人的 以色列人的 之力 十六 十七 塔木 OK 也就是我们 我写在这个 Journal Page的 东北的 那个 方向那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还有一个 有没有 发现 还有另外一条线 是从他们 一段这样 上去 有没有 就是七点的 单位 上去到 一点的 单位 七 就是讲到 七月 一 就是新的 开始 也就是 七月 进入 新的 开始 我们非常感恩 Amen 大家 我一件事情 忘记讲 就是 昨天 开始 我们的 那个 第一个 Channel 这个YouTube Channel 可以用 所以 Kelvin 也有 Upload 上去 也就是 十一号 十二号 的Journal Page 那个 也 Upload 在里面 就开始 在用 但是 我们 第二个 新的 这个 Channel 也是用 两边 都放 那 我们 看 就这样 接下去 到 其实 给我们 就两边 都放 我在想 说 一边 是不是 也要 其实 旧的 那个 Channel 不能够 用 是因为 他 这个 Tube 他们是 讲 去年 2022年 2月 有一个 视频 OK Video 他们不开心 OK 所以就 把我们 进了 所以呢 我希望 现在这样 下去 应该是 没事 所以 就两边 都放吧 到 主说 我要只放 一边 我们到时候 再来 当大家都 非常熟悉 的时候 那 我这边 就讲说 我们有两个 Channel 大家 如果你用 你的电脑 要用电脑 你Type 下去 其实 没有电脑 也是 会找到 这两个 Channel 都是 Perfect Trinity Blessing Perfect 呢 是 P-E-R-F-E-C-T Perfect Trinity T-R-I-N-I-T-Y Trinity Trinity Perfect Trinity Blessing B-L-E-S-S-I-N-G OK 你Type下去的话 就算你的手机也可以 你去找这个Channel 你会找到两个 所以这两个 一个是 第一个 那是几年前都上去的 然后这第二个呢 是最近的 因为 上一次的 因为他 不久不久 就出一点问题 给我们 不久不久 就出一个问题 给我们 所以呢 我们被弄的 真的很麻烦 所以 也开始了 感谢主带领我们 开始了 第二个Channel OK 所以大家 你都可以进去 怎样讲 现在开始 都可以进去 旧的还是新的 就你自己选了 然后呢 以后 万一有什么事情 又在 没有视频上去 不是说 我们没有Video 是因为 这个Tube 又在禁止我们了 所以他不久不久 就来 给我们很多问题 所以 这不是我们而已 很多人 都有这种 经验 所以 大家 就是你们注意一下 哪一个Channel 没有看到视频 没有看到Video 你就知道说 现在又被关掉 一阵子了 那你就去另外一边 在另外一边 应该是会找得到 好不好 我曾经以后 我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两边都关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但是 最重要的是 他现在要坐落 我们这是去年的 之前的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介绍给亲戚朋友们 两个都介绍给亲戚朋友们 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那大家请看 那今天呢 我只放下来到昨天的 那今天呢 要到今晚 大概有另外六个 六个意象 或者是听到的声音 大概也可以放到八个吧 好 我们接下来 请看真的 page 那在右边那边 我就不多讲了 那如果你现在才收到YouTube里头 才收到 因为上一次旧的那个channel 被他关掉好一阵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没有 七五六 就七月五号六号 那也就是以色列之利 是唐木十六十七 华人是五月十八十九 那我呢 我上帝说 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就是我就是我 当时圣经里头 篇成 我就是世在 经在 远在的神 那个我 我们也是好多次看到我 我是七话 所以是七月 也就是主神圣的数字 有没有看到 英语的也是七 我们华语的呢 也是七 那接下来 神 神这个字是十话 十话也就是以色列人字 唐木回家 唐木也就是十月 十月呢 也是四月 一个是教会年 一个是国民年 好 那华人的五月 五就是恩典 所以恩典 恩典的一个月 也就是五月回家 那之前呢 我们已经算过了 这最后的 是从三次 我们不是 二十号跟二十一号 四月二十 二十一号 认为说回家 没有回家 那是 那是下面的台阶 就是下面的台阶 但是我们现在进入 最后的台阶了 但是最后的台阶 还有分成小小的台阶 分成小小的台阶 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走啊 好不好 OK 那之前不是有听到 十月 十月二十五号回家 对不对 是不是二十号 对 那十月呢 是不是讲到 以色列人的十月呢 OK 或者上一次 也有到十月 OK 十月 是阳历 四月 OK 那已经过了 对不对 我们终于是二十二十一号 但是因为 每一次都是看到 二十二十一号 那只是一个台阶 就好像雅各的楼梯 是一个台阶 又一个台阶 又一个台阶 所以我们节嘛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是一件 难的事 所以有听到圣灵说 Difficult Difficult就是说 难的 是难的 不是这么容易的 给你知道的 所以你要做功课 所以我们要做功课 到最后 神说他满意了 天父天子圣灵 尤其是阿爸父满意了 所以他说 可以了 他的钉子就钉下去 有没有 那个钉子钉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你们旧的里面都有 对对对 是二十号那一天 是二十号那一天 对对对 看到阿爸父钉这个钉子 所以二十号那一天 当时后来我说 听到声音二十五号 那后来也有解释给大家 那到四月二十 二十几号 我也不知道 钉子在那边 就不能够进了 所以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听到说 听 看到 也听到阿爸父钉 这个第三条钉子的时候 那个情景 你可以回去再听 就是定了 定了就是神 满意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向前走 向前奔 那就定了 感谢赵美主 那接下来 下面的就自己参考一下 因为我不要video太长 还要将明天的 明天也有一小段 那大家请看第一那边 那今天如果你是YouTube里头 看得起你 就去这个video 会懂得华语的 你一定要去听 这个张牧师 张牧师是top church 他讲到什么 不要忘了上帝的恩惠 ok不要忘记了 上帝的恩惠 那第二个video 是我准备 但是我觉得比较长 那就明天了 明天给大家 那今天呢 我会写下来 明天大概 看YouTube的 就会看到 今天我给大家的 也是装备生命 当时是比较短一点 差不多10分钟吧 那如果你是YouTube的 你可以看这个 Sombe生命里头 我有写他的code 也就是说 你必须了解的圣灵 你必须了解的圣灵 这些大家video一定要去听 因为你要增加你的知识 圣经 对圣经的了解 对神的了解 你一定要去听 因为我这边 如果我在这边解释很多 讲不完的 这个video就变成 很长很长 所以大家 就有很多video介绍 给大家就是 神跟我们讲的话 因为里头好像装备生命 都是讲到圣经里头的 而且这些牧师 都是非常惊艳的 而且非常爱主的牧师 你看到他们讲 你就知道 他们真正的认识 上帝的牧师 好 第一那边是这样 看到有一个人 在西方旁边 然后看到这个字 留 留下来的留 然后小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小心被留下来 意思是讲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好 接下来 有看到三小时出去 三小时出去 我们通常是讲商点出去 对不对 但是它是写三小时出去 那三小时就是 哪一个小时 就是三小时 然后也有看到 三十在商点的商单位 那是不是讲到我们这边 那是不是讲到我们这边西方呢 是下午三点 那东方就是下午三点 或者是东方 很有可能是东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写在商点的单位 是在向着东方 所以有可能是东方 是凌晨三点的话 我们这边是下午四点 那之前我一直记得我的 那时候跟我们讲时间 好像四五年前 我就看到我的大孙子 那时候还没有小孙子 我就看到我的大孙子 他拿着一个一罐 一罐就是一罐 一罐的饼干 就是说他读书回来了 要吃一点饼干 但是他现在不吃饼干了 很久了 但是这个代表性 就是学校回来 吃一点东西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通常是三点多 四点的时候 那就配合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相信 这是对了 我们就是相信好不好 如果不是对的话 神还会启示给我们 好 我们讲到商点 商点是东方商点 马来西亚跟中国商点 大家现在请看第六那边 他们是 好 那时候商点 我看到商点三小时 我就在跟神说 神啊 这个是不是讲到时间呢 应该是讲到时间吧 然后再 对 我在想就其他的事 有没有写下来 还是在第六那边 第六 OK 好 我就想做这个商点上 然后我就听到 声音说 我圣灵的声音说 走啦 走啦 那就是商点 就是走啦 对不对 然后大家请看第六那边 第六呢 是早上六点三十三分 OK 你看我睡觉几点 醒了 有几点 OK 我就跟你们讲 我真的只是晚上 晚上只睡了几个小时而已 然后呢 我就看到这个字 白色的哈 机声 机就是飞机的机 声就是声音 就是你会听到飞机的声音 那听到飞机的声音 就是回家啦 对不对 然后呢 听到 看到这个异象 我就把它算一算 就是 其实我起初是算错了 算到七七 机是七 声也是七 其实机是六 但是我在想说 神啊 七月七号不是 在新天新地的第一天呢 我也是讲到七月七号 在新天新地的第一天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 非常非常漂亮的声音 非常非常神圣的声音 说什么呢 赞成 赞成 Agree OK 赞成 那也就是七月七号 是在新天新地的第一天 好 那接下来我就解释第七那边 然后我又听到神的声音说 孩子们 孩子们 然后又听到见证人的声音 你的见证人声音说 都可以 孩子们 你们都可以 就是说当时下一面听到下门话说 外面一阵子 就是说 这样子还不能够回 你们在外面等候一阵子 就之前不是有看到人在外面等候吗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等候主来借我们回一阵子 一阵子 然后我就type下去 我的那个记下来不是要录音这样 然后我也有type下来说 Soon to go home OK Outside for a little while Soon to go home 就是在外面等一阵子 很快就回家了 然后我又听到神的声音 真的啊 我说声音就是声音啊 就是好像你跟我讲话的声音 他说对 康 什么对 又有一个康 OK 就是说对啊 就是都很快要回家 你们在外面等一阵子啊 OK 很快就要走了啊 OK 对 然后康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找康是什么意思啊 康是健康的康 但是康也可以说 peaceful 就是 主说shalom shalom 就是说 主是你平安 OK 就是说对了 对了 你们在外面等一阵子 主耶稣就要来接你们回 对 主是你们平安 然后呢 我有看到这个一项 就是你们好了 你们好了时间是多少 12点12分 12就是完整的完美 完好了 到5号6号7月 然后12呢 12呢 12就是完整的完了啊 然后之前有看到十中十点的单位 也写着12近色的 也就是说 以色列的十页 就是完了 就是完整的完了 回家 好不好 好 我们再上去第二那边 第二是看到 雨 应该是雨吧 宇宙的雨 然后子 那宇宙的雨 上面是屋顶 下面是印 在里面啊 就是屋顶里面 就是上帝保护的啊 那子就是孩子 就是说 上帝保护的孩子啊 神在叫我们 所以这下面有讲到孩子 孩子就是上帝保护 跟我们讲说 我们是上帝保护的侄女啊 然后就看 也有看到一只脚 这是左脚啊 有一条链在脚链在那边 那我在想说 这个脚链是不是代表这五月呢 我们就要靠 就要到一半个月了 对不对 是代表这 半个月呢 或者是说 我们已经走到下面的 有没有 巧克力的底端的四十天 我们也走过了 一半了 走过一半了 所以有看到那个脚链啊 就是四十天里面 走到二十天了 其实我有看到四十 在底端啊 那二十二号到 那就是八天八 再加十三二十一啊 也走到半个月 所以就看到这个脚链啊 所以这个脚链 大概是讲到 这四十天吧 就是在荒野的四十年啊 链也是把我们绑起来 对在荒野里头啊 好 接下来呢 是看到一个面团 主拿着一个面团 然后它放在桌子 对不对 然后它拿了 有一个是spatula 另外一个是 拿饭的那种白色的瓢子啊 它就拿个瓢子 叫我注意 你看这个面团 只有两个 一个spatula 一个饭 瓢子啊 那我相信 它是像做 四点的单位 跟五点的单位 对不对 那也就是 四点五点 四点也就是 以色列十六号 五点就是 以色列的十七号 也就是 星期三 星期四啊 然后打打一下 就是说 只剩下最后了 Lily OK 这个面团 大家都知道啊 以色列离开之前 离开埃及之前 神叫他们一定要准备这个面团 这个面团是不可以放酵母的面团 因为你酵母不能够耐 你这个面团要耐久的 所以没有放酵母的 叫做Uliven Unliven Bread 没有East 所以就是说 你看 面团啦 Lily 啊 面团要准备出去了 然后接下来 是看到 三片的面包 好像你烘过的面包 那三片放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E 这样下来 就是 好像现在 我们是 五月了 对不对 五月 六月 七月 也就是 三个月里面 走过了 就是最后一个台阶了 要记得一个台阶呢 根据我看到了 就是你要走下 你的脚走下去一步 然后要搭在那边 其实我昨天有看到 一只脚是上面下来 也就是主耶稣的脚 现在要下来 当时还没有搭在那个台阶上而已 就是现在是 我们走过这个40天 好 接下来是一个好像 Journal Page的风格 当时他外面呢 就写着16一个元签 16一个元签 元签就是零 零的时候 就是16 也就是以色列的16号 塔木16号 也就是我们的7月5号 好 也有看到15 15的比较旁边 15就是代表安息 安息 好 接下来呢 是看到一个碗 这个碗呢 只看到一半 OK 对碗 对对对对对 看到一半 那我 很清楚的看到上面的元签 那我们就来讲元签 一半的元签 那一半的元签 底端就是6点 然后上去5点 再上去4点 再上去3点 再上去2点 再上去1点 然后再过去 就是12 对不对 就是0 那我们就从下面吧 OK 5号6号 就是7月5号6号 上次就是一个星期的 星期三星期四 然后呢 12就是什么 2就是回家 1就是什么 新的开始 走到数了 OK 那12呢 就是0 OK 感谢张美竹 那接下来 要知道我们去到另外一端 不能够回来了 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回家 因为 还有一件事情忘记讲 就是因为太多照片了 所以没有先给大家一个video 就是俄罗斯 他们现在给西方的人 因为有些我们基督徒 不搞同性恋 不多胎这些 不同性恋 或者改信这些 的基督徒 如果你要去一个国家 没有避救你们 改信这些 俄罗斯说 你们都可以来俄罗斯 俄罗斯是基督徒的国家 就是不叫你们改信的 也改男的变女 女的变男 也不鼓励 这个同性恋这些 所以俄罗斯要开门 给基督徒 或者是 就算你不是基督徒 但是你不要 跟着这个西方的文化 现在的文化 就是堕胎改信 同性恋这些 所以因为这些都是 现在政府避着小孩子 学校的小孩子 一定要 要怎样讲 就是避着他们 懂得同性恋 避着他们懂得改信这些 所以你要你的子女 健康的长大 你要想去移聚到俄罗斯 门好像开始开了 他们已经在准备了 所以我相信 这也就是圣经里头讲的 在末日的时候 神有准备一个地方 准备一个地方 当时之前的神学家 西方的神学家 这些都说 是在什么 这些不可能的 因为以色列这些地方 已经被跟着西方的文化走了 已经不是 不是像之前的以色列了 好 接下来 以色列 也就是代表救恩 那接下来是看到黄瓜 黄瓜 我们这边叫做 中国叫做黄瓜 那马来西亚就是青瓜 它的皮是青色的 但是我就看到 主好像把它 弄一半这样 差不多一半 分成两段 那他就一段就给我看 自制的给我看 这个一段 那这个一段 我就使我想起什么 想起111 跟120 120 120 红色的120 那我就回去算一算 如果被提的一天 回去算120天 也就是三八 三八够了 什么三八 三月八号算起 到回家 东方回家的一天 刚刚好是120天 那是不是这条黄瓜呢 是代表120呢 对不对 那现在只剩下这一点点 那我记得组织之前 拿着这个黄瓜 有没有 他就切下去 切下去 切下去 就是一段一段的 好 那这个黄瓜 好120天的话 有几个星期呢 那我们现在还剩下几个星期呢 那52 77 乘 51 51 这就是 不是 对不起 17 不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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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6 OK 还不到 还不到8个星期了 只有7个星期多一点 7个星期半 那接下来呢 看到在商店的单位写着 life life就是生命 生命 然后我就听到声音说 life alive 就是说 你们现在准备回家 你要 你们回到 新天新地的生命 是永恒的生命 是真正的生命 不是 不是说 这三世界 只有几十年 就完了 啊 啊 灵魂要准备去哪里了 OK 那我们去到另外一端 我们的生命 灵魂啊 包括我们的身体 这些 都是直到永恒的 所以大家 继续努 Amen 好 我再讲一下 酒那边 哈 就是看到 一双筷子 在七点的单位 那七点的单位 就是七月 但是这个七月呢 后来我刚才做了 很多功课 因为昨天看到 几十个以上 我一直很崩溃了 然后刚才做了 几个小时的功课 等候神就不能够 快快 要慢慢来做 对不对 要思想嘛 对不对 然后就知道 说到最后是 华人是七月 以色列人是十一月 然后呢 我们每一天 用的阳历是八月 那就是我们想起 记得吗 那个我喂孙子的 那个庞子的放 然后主把它形成一个图画 这样 有一个A 有一个Z 是橙色的 记得吗 还有上梦鱼 就变成两个 两个一堆一堆 这样记得吗 那个画面 OK 里头就是讲到 最后的时候 最后的时间 那这边讲到七月 就是华人的七月 那之前几年前 五年前有看到七月七字 七月七字 好 接下来是看到这个圆圈 上面十一点的单位 写着青色的P 然后7 P也就是16 16个字母 7 16加7就是23 23也是东方回家的一天 然后也是2023年 那接下来呢 就感觉到脚底会痛在 第一个脚子跟 是右边的 第二个脚子 右边就是讲最后的脚了 然后 第一个脚子 大脚子跟第一个脚子 中间会痛就进行我们 我之前在前天看到的一项 还有三个月看到 三个月真的发生的事情 记得吗 OK 那前天我是看到有一只脚 从上面下来 但是没有踏下去 那是什么意思呢 踏下去记得吗 三个月 不是我拿着那个月饼吗 那月饼 它的仿佛就掉在 那个第一个台阶 还没有到上面 他们两个要配合 两个要配合 就是说这个moon cake 这个月饼是在八月份 华人的八月 对不对 但是那个脚是从上面下来 上面下来 上面就是神圣的地方是 就是到达的意思 已经到了 是七月 那七月再下来 就是八月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防腐记 是代表八月 但是脚下来 上面就是七月 也就是说 华人的之力 是七月回家 到家 然后之前看到 一项是七月 七日是用橙色的 橙色的笔写的 好 接下来呢 是第十一 十一那边 是这样 有一排字 是金色的字 我就看到入骨 入骨 入骨 什么是入骨呢 入骨的意思 就是讲 你要去行动 行动到你得到 你的答案 你要去行动 达到你要的目的 达到解码 所以意思讲 这一次是真的解码了 的意思了 这一次神给我们的线索 也不是线索 就是给你回去想 给你一些 对 给你线索 你要做 比较深奥的功课 好 那你看 时间是 255 两个 其实呢 其实255 就是2乘55 就是110天 其实我刚才做功课了 5月1号到回家的时候 是有110 其实有看到 一项110 110 然后再加后面的 四个黑天 好 明天会再跟大家 更深入的一步 再讲 接下来 是这个一项 但是我不很记得 但是我记 我里面录音说 一堆的纸 一堆的纸 但是我就画了 四个 好像四个方格 那讲说 我录音里面说 第一张 很多纸 对在一起 那第一个 就看到是 14 OK 那什么14 那昨天 不是14吗 刚才看到一项 都是昨天 还有一点前天 那14 昨天就是14号 对不对 那14号 如果一张只代表 一个月的话 是14号 5月14号 6月14号 7月14号 8月14号 然后当然 后面要加 四个黑天 四个黑天了之后 还要加 因为是双胞胎 有18 18 没有没有 对不起 18 对 14加 4 就是 18 18 你去车里面 有看到18吧 对不对 18 再走四个黑天 就到了 22号 那8 这边是代表 8月 8月18号 那再加 四个黑天 就8月22号 应该是 西方回家的一天 东方 就是23 要记得 这一次看到 都是讲到 最后 入股 当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哪里知道 神会给我看到 入股 对不对 还有很多 有一阵子 神跟我讲 这昨天 我听到圣灵的声音说 圣灵是什么 要 圣灵说什么 忘记了 就是意思讲 王了 就是说 回家了 回家了 我就跟神说 神啊 我听到回家了很多次 真的很多次 所以就 complain一点点 好不好 那有时候 神也喜欢 我们跟他 真诚的讲话 对不对 不要说心里面在想 但是你又不跟他讲 对不对 你要心里面想 你要跟他讲 对不对 是因为朋友之间 就有讲话 对不对 我昨天才跟大家讲 我跟我先生 没有什么话 讲 讲都是重要的事 但是也有 有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不 我跟他不谈闲话了 我不跟人家讲闲话 我真的没有空啊 我一生都是很忙 你问我的 那个阿弟 阿弟 对阿弟 他就知道 姑姑真的很忙的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要准备好 回家 阿们